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Camsung Multiphysics 顯像比例顯示功能 當我們在做模擬的時候 有時候呢我們模擬的物件 寬高比很大的時候 這物件基本上呢會變成 比如說很長條形的物件 這個時候呢我們 在做物理設定 比如說我們要點選邊界啊等等 這時候做設定呢 操作會不太好處理 這個時候呢我們可以 利用Camsung的 影像 顯像比例顯示的功能呢 來調整比例顯示 來幫助我們 更方便做我們的 物理設定 以下呢 是 以下是範例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這裡有一個 寬高比非常大的一個物件 變成一個很長條形的物件 基本上我們都看不到 物件是什麼呢 那我們現在呢 用放大鏡 來仔細看 其實它是四分之一個圓柱 但是因為圓柱太長 如果我們要選 比如說我們要選這一面 要選另外一個 另外一邊呢 等另外一面呢 在做 調整的時候 操作起來就會比較困難 這個時候我們有一個選項呢 就是在定義裡面的 顯示呢 裡面呢 有一個叫 顯像 按顯像以後呢 在 設定裡面呢 有一個比例顯示 我們現在 讓它自動 來處理 按下更新 就可以看到 Camsung自動呢 幫我們調到 讓我們可以 很好操作的一個 比例顯示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幫助我們 做 物理的設定 以上是 Camsung 顯像 比例顯示的功能 謝謝大家